其實你要轉成python 基本上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裡面的話可能這樣貨圍圈 基本上就是把它稍微改動一下 結果就ok了 那我們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當然呢我就重新再撰寫 裡面的話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第一個我可以參考如果我今天 vba寫的出來 那其實我的python能不能寫出來其實也可以 不過這邊有幾個變數 因為將來他是希望說這個5 5的話用rl去輸入 那column的話就是col 用那個變數去接 所以如果這兩個數字假如是變數的話 那我就把這兩個輸入的這個詞 用那個變數的方式 來去接 ok所以5跟10 那如果我今天假如說 我要把那個python vba寫好的程式 轉變成python的話 那怎麼寫 那第一個 其實蠻多 地方其實都一樣 for i 有沒有 enrange 有沒有 然後括弧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輸入5的話變成 他是0到4 可是如果今天要是1到5的話 1到5的話 那你就1到5點多少 6 可是不對啊 6的話呢 其實這個for i 值的列 所以特別說你可以拿這個變數 放在這裡 有沒有然後他可能輸入5好了 那當然就變成說5 那變成要加1 後面加一個冒號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樣的寫法就等同類似這樣的寫法 只是這個這個這個變數 5的部分是用變數來代替地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看不到vba的程式你要轉 其實就這樣轉就可以了 然後內回 第二個回圈的話呢 其實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把拿上面這個來複製 改比較快 這邊改什麼 for i enrange 然後呢這邊的話你就把它改成color col ok 好有沒有這樣就改第二個 那輸出到哪裡 vba是輸出到那個儲存格的哪一列哪一欄 可是喔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python裡面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變成我要用print 所以這邊enter一下 print print什麼呢 把什麼詞輸出呢 j減掉i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j減掉i 就是意思說欄減掉列 然後豆點 可能要注意什麼呢 因為呢print本身每一個print後面都會換行 所以假如是我這樣執行的話 他一定會什麼 Enter 10 他會變這樣一直往下 因為每一個都Enter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要把後面的 豆點end有沒有加上去 end等於什麼 等於空白 雙引號就對了 把後面的Enter幫我拿掉 但是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他又會怎麼樣 5 10 Enter 他又變成全部串在一起 那這個跟那個996碼表前面寫 蠻像的喔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什麼print 每跑一個幫我換行一下 這邊5 10 Enter 就這樣 但問題來了 他是希望我們輸出的結果 0 跟1之間相差等於是 每一個都是四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也就是說輸出的話 就幫我什麼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 成四個字 四個整數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格式化成四個整數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 用format 那format怎麼format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放什麼東西呢 放大瓜糊 那如果我要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 所以冒號 四個字就是4D 四個整數就是4D喔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他還要求什麼 要靠哪個方式 好像是 靠左對齊 靠右對齊 這邊好像有格式需求 寬度為四 而且從這個範例裡面可以看出來 它是 靠右對齊 不是靠左對齊 所以如果你要靠 靠右對齊的話 記得喔 冒號後面加一個 大餘 這個有點像方向 往那邊靠齊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向的話 靠左對齊 這個 應該在那個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有個format的格式說明 那後面你就 點format 把它format一下 這樣 format之後 小瓜 小瓜糊裡面喔 你就放什麼 放 減掉i這個詞 他就會幫我把 減減掉i的這個詞喔 放到這個格式化 讓他怎麼樣 每一個 輸出呢 都是 四個 字 如果不足的話呢 就會變空白 然後呢 並且靠 右對齊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樣做出來 理論上應該OK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VBA 假設要轉變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就OK 10 50 Enter 好 這樣子OK的 有沒有 他就是這個意思說 這個一定是四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再一個 這個 0 然後呢 這邊也是四個 每個都是四個 如果這個的話 負一的話 前面就兩個空白 OK 就是這個意思 理論上 這樣實際上是他要的結果 但是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 還特別有 說明 一定要什麼 放在串列當中 然後呢 而且是要什麼 二維的串列 所以這一題 算難度蠻高的 因為要二維串列 串列就算了 還要二維的 那什麼叫二維串列 基本上的話 如果用Excel來 來講解的話 也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串列 那如果你是放在一整個裡面的話 那這個是第1個串列 等於是列第1個 第2個 第3個 第4個第5個 也就是每一列就個別 就放在 內 算是 裡面的 這個 串 串列裡面 外面再包一個大的串列 可是問題呢 在Python裡面要怎麼表示 這個難度就比較高 所以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那個VPA 的 轉換 所以順便學一下 最好是怎麼樣 以後你學 Python VPA 也至少學一下 兩邊最好兩邊都通 然後你要想為什麼要學兩 其實 真的 這兩個工具都很重要 不是互相取代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某部分 某個工具特別好用 你就不需要說 你只會其中一個 那怎麼辦 另外一個不會 那你還是硬著頭皮 用另外的工具 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尤其這個FOR圍圈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樣當然輸出 以 以這個 他要的結果是相符的 可是 他沒有二維 串列的概念 所以 怎麼樣 等一下 還是要把它改版 改成用 二維串列的方式 做輸出 所以他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第一步 你要先把 五列 十欄的 資料 先放在一個list 二維的list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二維list裡面的資料 再分別拿出來 然後把它什麼 分寫出去 這些 當然你會覺得太麻煩了 不過題目就是這樣考你 實際上工作裡面的 狀況 其實也比較接近 用 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怎麼說呢 因為理論上我們 抓 外部資料 比如說 檔案資料 資料庫 網路 雲端資料 抓過來的話 通常也會是放在一個 二維的表格裡面 所以你把它抓過來 然後再怎麼樣 處理完再輸出 其實也是一種模擬狀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這一題 用那個 沒有 串列的方式 就是寫寫看 參考答案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在 雲端的第三頁 不經過二維串列 OK這個是不經過 二維串列直接輸出的寫法 關鍵呢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最重要的 那個format這個地方 請各位稍微試試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它改成 二維串列輸出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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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